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王一博俨然成为了宠妻狂魔 王一博饰演的谢云救了赵丽颖饰演的周斐 还说了一句 只要夫人肯救任何大家我都愿意 只是一个夫人的称呼就可以让人备受感动 而且只要是周斐的想法了 就不管不过的付出 宠妻狂魔没牌了 这个特级视频可以说是要比预告片更好看 王一博和赵丽颖的话题反应也可以磕到 两个人手把手共同拿着一把刀 共同抵御着敌人 谢云暗车车地握住了周斐的手 上演的公主抱 这几个画面更是难有力爆棚 除了温柔的戏份 剧中男女主偶尔也会调剔一下 让人惊呼好甜的魔头杀 在王一博的演绎之下却成了暗头杀 本来是轻轻地摸一下周斐的头发 但是谢云使了一点小坏 在摸的时候加了一点力道 嘴里边还嘟囔着什么 引来了周斐的轻微反抗 这个画面也成就了特级中的经典画面 不禁让人重复了好几遍 也让人算得不行 王一博一身黑色长袍 加上高马为 潇洒俊俏义气的谢云公子 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只看特级都觉得好有灵气 王一博的原因也是和谢云这个人物非常匹配的 拜托播出的时候一定要是原因 赵丽颖饰演的周斐大戏 行云流水的 因子洒爽的 威亚戏也是完成了干净利落 看得好不过瘾 谈起心中侠义 赵丽颖表示 只要我认为你是好的 我就会去帮你 是侠谷柔长和柔情意气变策的周斐了 秋特级就值得反复的看上好几遍 不知道末秋的时候 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也期待王一博和赵丽颖 在剧中产生的话题反应哦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冰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